來 我們做一點簡單題目 這個像這個圖 這個磁棒呢 向右邊運動 有兩個線圈 請問你 甲蓋的電流 它問的不是減流器的指示方向 它問的是流入的方向 電流如果從右邊流到左邊 流向左 減流器指向右邊 問你會指向哪裡 它會指向哪裡 你就會知道哪一邊會升N 哪一邊會升S 然後用你的安培右手定則一筆 你就知道電流的方向 你就會曉得是從左流到右 還是右流到左 或者是問你減流器會指向左方 還指向右方 停車站接問 找這位帥哥叫做二秋 好 你說有什麼B嗎 沒錯 你選的答案叫B 想愛的不讓他來 要走的不讓他走 對你來講是N靠近 所以左邊要升N 對假來講是S要遠離 對不起 所以右邊要升N 然後呢 這個是MSMS樣子 然後安培右手定則 比一比 你就知道 假的電流是從右邊流到左邊 你的電流從左邊流到右邊 所以答案選A 答案選A 這個 我插入一個直棒 結果看到線圈的感應電流方向是逆時鐘 請問你 我插進去的那一端是哪一級 因為是逆時鐘 你就知道那邊要升的是哪一級 因為是插入 你就曉得想愛的不讓他來 吊走的不讓他走 你就知道你放進去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 OK 這就是 請問 他是哪一個 十號 十號 你答案 你答案選B 請坐 你看到歷史中 你表示生的是N 你放進還是靠近 想愛的不讓他來 就是你要抵抗我 誰跟誰是互相抵抗 N跟N是互相抵抗 排斥我的 所以呢 我生的是 放進去的是N級 所以他會生一個N 所以答案選B 這就是 我們前面教的內容的簡單練習 OK嗎 可以